但是我们要说一下就是台湾之星 现在跟鸿海竞争得这么激烈 其实台湾之星才刚刚以换股取得了微宝电信 他为什么现在除了微宝之外 又还要再赶快跟亚太电信合作呢 那么台湾之星跟鸿海 他们各自期望 如果能够抢到亚太这门亲事之后 能够拓展到怎么样的一个市场规模 他们的期待是怎么样 除了这两个业者来说 其实就是郭董跟魏董 他们两个都是新进业者 那么他们两个其实都是要从零开始搭起 我们先从4G未来用的一个技术上来看 现在我们说的这个4G技术 其实要真正做到就是纯IP通话 就是他们说的Votee 要免费的用网路通话 其实目前这技术可能要一两年之后 它才可能更加普及 就所谓的打电话免费 是是是 所以郭董说打电话免费 这个利益很好 但可能要一两年之后才比较容易推动 那目前为止都是要靠3G网路在后面承执的 所以亚太 对不起 所以台湾之星先买到了微宝 它至少有一个 它至少先有一个3G的系统才撑在后面 那它所要做的是 它买下了 它如果买下了亚太 它从100多万用户变成了快400万用户 这是一个中型的经营业者的规模 是足以跟三大电信业者有一个 不能说完全在规模上分庭抗力 可是你不能再忽视这个小对手了 所以三大两小可能就变成三大一中 那这个中型业者 它可以做的事情更灵活 不像三大业者你做一些什么事情 可能还有财务上的考量之类的 那你必须要正视它 把它当成一个对手 那么今天之所以郭董要亲自出门去 它有比就是台湾之星 更有买到的这个迫切性 因为至少台湾之星还有一个微宝 你买到了 它目前是什么都还没有 客户数是零 对 客户数是零 然后包括基地台 虽然可以盖 但是马上买下来之后 亚太电信它只有现成的 就是基地台 它的网络 你买到之后 它对于郭董来说 如果他想要在今年之内开台 本来他们是预计是明年开台 如果他想要赶在今年之内开台的话 他一定要买亚太电信 不然的话他今年内开台这个进度 可能会非常的有压迫性 其实也没有其他的 其他的这些名单后面的 可以选择可以考虑了 对 目前最好的买家 最好的这个 就是应该讲说不要购物 应该就是亚太电信